上海有一間特殊的慈善超市 平庸的員工一半都是殘障人士 他們在這裏與社會接觸 鍛鍊治理能力 在上海旅遊景點外灘 一個不起眼的街道角落 有一間門面不大的慈善超市 正是做收銀工作的童童 因為患有三級智力殘疾和糖尿病 曾經在家裡待業六年 非常渴望與外界溝通 直到兩年前他加入超市 開啟新的人生 慈善超市裏面的商品 超過九成是來自企業 和個人的全身捐贈 並以市場價格三到七成銷售 超市還設有殘疾人手工製品區 除了收取很少的管理費之外 其他收益都是給學員 用於支持他們後續的學習和工作 童童說剛開始媽媽每個星期來超市幫忙 現在她已經可以獨立值班 重新給我一份工作 讓我從不會到會 讓我從沒有職業技能到現在 我能自己理貨、自己收錢 到晚上結帳 關門 超市主管說設立超市的初衷 是期望特殊群體可以接觸社會 逐漸能夠獨立生活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